安排在明年底之前要完成一萬五千戶 基本上國家駐都中心 今年下半年已經開始進行熱身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千九百一十五戶 已經完成燒傷 中央已經指示國家駐都中心 來擔任中央主導社會駐台興辦的機關 後續的四年內 我們會一共推動六點六萬戶的社會駐台興辦 安排在明年底之前要完成一萬五千戶 基本上國家駐都中心 今年下半年已經開始進行熱身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千九百一十五戶 已經完成燒傷 確定會往前走 接下來還有一部分 會在明年的第一季也會陸陸續續的推出 基本上明年的五十案 一萬五千多戶 其實基地都很明確 那裁員也很明確 甚至說租住中心跟營建署 彼此的分工 還有推動的節奏 也都是報行政院核定 非常清楚的工作 我想社會住宅是一個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地方 那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我想我們最不樂見的是 連縣市首長對於中央政府要來協助市民 推動好的政策都可以反對 都可以來做任何的污蔑 這樣的事情都發生 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完成這個事情都可以去做 我個人的文獻 就是太陽了 最重要的這段 我們必然被的 不可能的 又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香港的報告 香港的資源 能看得來